吴敬鋒 玩一切 各位评委专家好 我的论文题目是 侦探爆破多功能蚂蚁仿生机器人 这是执行相关功能的一些图片 那么它的运动方式 和我们正常的蚂蚁的行进方式 是不是一样的 图和表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这次毕业大便在这个帐篷里面 身体上感觉站位更浓一些 教员提问的问题基本都准备过 这个你是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吗 是 已经做出成名了 它六条腿可以通过不同地形 还需要再开心一下 它们这个视野很开朴 蚂蚁也好 蛇也好 就是智能机器人吧 它拿过来还考虑这个军事应用 一个是关乎这个毕业设计 对创新能力提升 另一个就是像这种时间教学的话 像这次行动 我们讲话叫撤走进打 但是传过程当中 它经历了 它知道每一个阶段 自己的站位在哪里 干什么 那关系到部队 拿到人以后 能不能马上用 在校园中前行的身体 风沙特别 我们每个人戴个面罩 那个风沙 差不多三十米你就看不见 看不见了 全漫天的风沙 然后每天我们要训练到 十二点 一点目标 我觉得非常刺激 假如说它这个导弹 没有发射出去 或是导弹在空中 跟踪不到目标了 应该怎么处理 把我们那电脑就白了 它就变得好 对 对 出的特勤了 现在就制造武力特勤 然后我已经好久没有打过这场的弹了 在进入我们首岗认知之前 一定要让我们每个学员 在战场上得到锤炼 真正提高自己的认真能力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实践的体验 才能到岗位上 我们得心应手 放着 让我们出去 力量消消失 怎么样感觉 爽 很待的时候 我一度怀疑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故障 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发射程床 刺激刺激出来的时候 我一下就失眼了 然后他看到导弹冲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现在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就是感觉 这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 太刺激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因为我们曾经真正操作过这样的武器装备 而且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这个部队生活中 肯定是更有底气和信心的 对 非常期待 建功的意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